老照片,如果日本没在八月投降,九月一场台风,将使他们败得更惨。 亦有人说,如果二战时日本再完抗一个月,历史可能就要改写,为什么会有这种讲法呢?这是被空袭后的日本谋的。 二因为1945年9月17日,一场台风在日本最南端的鹿尔岛县整齐室登陆,纵冠日本,造成严重损失,此及日本历史上昭明的整齐台风。 三个场台风带来暴雨,山间泥石流肆虐,整个日本2473人死亡,2452人受伤,1283人失踪。 四其中,受灾最严重的,就是刚被原子弹占猛的光岛,该地有超过两千人死亡或失踪。 五正是因其破坏力超大,所有才有人讲,它可能又是一场拯救日本的神风。 六,然而,将这种化的人忘了,时代不同了,二十世纪不是十三世纪,盟军也不是援军, 七百年前的战舰可能经不起狂风暴雨的击打,但盟军却有预测天气的能力。 其他们不会让自己战舰在台风时去打仗,十几天,对战争进程不会造成多少影响, 因此,这场台风,根本不可能变成神风,完全无法在战场上挽救日本的推势, 这是被台风摧毁的防波堤。 八飞弹救不了,而且,只会让日本失败得更惨重。 如果当时他们还在抵抗,搞什么决战境内,一肿玉碎,这场台风会把他们自己吹得七零八落, 到时再投降,就没那么好的条件了。 所以,尽早投降,不是害了日本,而是救了日本。 就这场台风过后,当时的大藏大臣色泽靖三哀叹,照着现在这样的形式, 台风造成的农作物减产,绝收将使一千万日本人没命。 幸好,当时他们投降了,美国人运来大量面粉,色泽靖三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。 实作为昭和年代最厉害的三大台风之一,这其台风让日本人心有余悸, 很多地方著有卫兵碑,建于喜元593年前后的广岛沿岛神社, 在一块从山顶落下的巨石上课碑碑记,了解其背景之后, 想着从天而降的巨石,读来让人心惊胆寒,本文照片,来源网络,若有侵权。 请联系删除。